将时间的能量注入机车 当时间定格的那一刻 灵魂将被彻底封印 一辆恶魔战车正式诞生 奥克 著名手表品牌TW Steel的制表机械师 专为运动品牌和各项赛事 定制大尺寸运动腕表而闻名 而它的另一的爱好则是机车改装 这次麦迪找到他希望能够帮他完成 YAMAHA MT-10的终极改装 作为YAMAHA全新的旗舰街车 搭载1000cc水冷四冲程直列四缸引擎 输出马力158匹极限时速258公里 奈迪的改装目标非常明确 根据要求奥克将最终设计效果呈现出来 确定改装方案后 首先完成的是动力改装 通过钢体强化和升级原厂组件 马力直接提升到210匹 奈迪要求将车辆改装后参加直线加速赛 所以轴距必须延长 全新定制的镁铝合金厚百臂 将轴距延长了15公分 升级排气系统后将获得更加低沉 并具有攻击性的声音 这可是一辆赛车特有的基因 外观升级的元素和灵感 来源于TW-C运动腕表 整个前脸的套件极具攻击性 而时间刻度则是给辆恶魔附加的封印 皮革包裹的座椅和车把子件 让整车的气质再次提升N个档次 改装完毕后的车辆 将完成最后的测试 圣诞公园英格兰著名的直线加速场地 0-400米直线加速10.9秒 尾速230公里每小时 的确是个不错的成绩 终于到了交付的时刻 当奈迪再次看到自己的爱车时 简直无法相信 恶魔前连两根巨大的獠牙包裹车轮 车头顶部的凸起仿佛恶魔的机脚 而这台恶魔的体内更是蕴藏着 超过200匹马力的强悍动力 看得出来奈迪非常满意 本来想要抬野兽 结果得到一辆恶魔 没有比这更让人惊喜的了 只可惜单坐设计的机车 妹子坐哪呢 这样的改装各位老铁能打几分呢 纯分享非广告 你买我推荐 我买 我不买 感谢关注我是吉米 咱们下期见